大家好,我是唐启阳,又到了周报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12月10号到12月16号 这一周形象如何 12月份已经迈向第二周了 也是太阳射手生日的时期 还是要跟射手做朋友说一声生日快乐 那射手的这段期间呢 当然跟海外啦,跟高等教育 跟出版有关的所有事情 还有航空,高空的交通 一或是大型的交通工具 如高铁,火车,轮船,桥梁等等 这一些的安全是否有受到耽误啦 或者是有什么不周全之处 也都是我们要深讨或检讨的地方 在水逆期间大家都辛苦了 接下来呢,水星要从天蝎座再度的进入射手座 在本周四的时候 而且这一次进入射手座会一直到明年1月5号哦 那这个水星射手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 就是在整个11月的期间 整个11月期间 那个时候水星曾经点名了你生命中的什么问题呢 如果他在你的五宫就是点名感情问题咯 在你的六宫就是点名工作问题 总而言之11月期间的某一些回忆 11月期间的某一些状况 就是现在水星重新进入射手 你所要去解决它 去沟通它 去处理它的部分 所以祝大家水星顺行射手愉快 那么水星射手当然也会导致我们全部的人 可能都会开始讨论到 证照的重要性啦 或者是文青 或者是文学青年动起来 这些人他们的一些想法意见 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启发启迪 这个很重要哦 我们也可以学会用一种比较宏观 远眺的方式来看待命运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听运势 因为运势也是射手座所掌管的哟 那想必我也会比较红哦 那金星现在在天蝎跟火星三分相哦 金火三分相在水象星座 代表疗愈性的感情是比较受欢迎的 所以你要攻克别人的感情的话呢 首先你要走贴心路线 你要走改头换面的路线 相信感情就会有所转机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工作上来说 金牛 狮子 处女跟天蝎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的朋友在工作上非常的忙碌哦 应该说是事情一桩接一桩忙个不停 可是相对的非常有效率 也非常有成就感 记得这个手感哦 其实这也意味着 如果你很忙碌 也意味着你快要起飞咯 另一个呢是狮子座了 狮子座的朋友在工作上 应该会有令你崩溃的事情 比如说非常的感 非常的忙突如其来 疑惑是状况连连 所以在工作方面呢 请你绷进神经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比较孤立无援哦 你会有一种担心 觉得周遭的人好像都 结团结社 或者是他们忙在一起 然后你变得有点孤单 如果不想要落单的话呢 要积极参与哦 另一个呢 这是天品座了 天品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事业方面最近有所转机 有一些大机会正在等待你哦 重点是你有企图心吗 如果你有抓住这个机会 其实能一飞冲天 我们来看一下感情方面 那就是双子巨蟹 天蝎跟摩羯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感情方面呢 有面临抉择的情况哦 这个抉择就是你要不要去 跟对方更深入一点 那如果要更深入 这就是另外一段人生 或另外一个关系的开始 所以的确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那另一个呢是巨蟹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你会慢慢的发现 你们之间不合拍的地方 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或者是你需要安静的时候 对方却不能够让你一个人 平静的独处哦 他很可能是过多的关心 让你觉得很烦躁 但其实这只是习惯不同而已 要试着磨合哦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感情方面有转机了 是两情相悦的 或甚至有很好的运势哦 比如说转角就遇到对方 或不起而遇 或者是你要约对方做什么事情 他都能够爽快答应 让你能够度过愉快时光 所以主动一点呦 另一个呢则是摩羯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比较容易 跟旧情人连上线 这个旧情人的一些举动 你可能会去搜寻他 或不小心看到他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对你的心理产生一些变化 和影响 是比较隐性的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了 那是水瓶跟双鱼乐 水瓶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金钱方面有理财不周 或者是疏忽的地方要特别当心 尤其是要签什么名 或者是要答应什么利率 这一类的大事千万不能迷糊 那也要小心你的钱包 不要掉在不该掉的地方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多劳多得 在这一周如果你想要 多增加一点收入 你要争取一些表现空间 或机会的话是有的哦 可以兼差加班而赚到钱 是正财运来着 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白羊跟射手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呢 是比较容易有这个车的状况 所以什么不管是机票啦 或者是车票啦 或者是安排什么行程啦 交通工具检查一下 或多问两声 搞清楚天气状况总是没错的 不然你可能会被耽误到 那当然也会让你身心俱疲咯 另一个呢则是射手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 你的健康状况 比较属于脑神经衰弱哦 是不是事情比较多比较烦呢 那更重要的是 你比较操心多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 放松一下 休个假啦 或让自己什么都不要管 其实对你的健康会有帮助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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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